自古以来,石金不媚都是我国所推崇的良好美德,一个人能够抵制住诱惑,放弃唾手可得的财物,将它如数交还给主人,这无疑体现了他高尚的品德,值得旁人效仿。 在中华上下几千年的历史中,也流传下来不少关于石金不媚的美谈。 故事中的主人公往往都不是可意是金钱为无物的富豪,但是,他们还是以坚定的信念和良好的品德将金银完毕归照,实在令人钦佩。 在清朝末期,有那么一位贫苦的船员,他虽然一贫如洗,身无常物,却有一颗金字般宝贵的心。 一次闹肚子下船方便时,他捡到了一个包袱,从此走上了人生巅峰,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 读历史,您是礼,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。 这个贫苦的船员名叫张元外,他出生在清朝末年一个破落的农民家庭里,自小他的家境就十分贫寒,以至于他小小年纪就要和父母一起面朝黄土背朝天,为了几口吃食终日奔波劳碌,虽然生活贫苦。 但是张元外却始终乐观向上,因为他有一对三观良好的父母,他们对孩子的教育十分地看重,经常教导年幼的张元外,贫穷没有关系。 只要是用自己的双手挣来的,那就能花得安心,别人的东西再好也不能要,父母的话语虽然朴素,其中蕴含的做人的道理却是珍贵的。 在他们的教导下,张元外渐渐成长为一个政治善良的年轻人,他为人谦逊,做事老实,经常助人为乐,在乡里面有了很好的名声。 但是再好的名声也不能当饭吃,张元外的生活依旧贫苦,那时清政府昏庸无能,一味地横征暴脸,像张元外这样的农民家庭,一年要交的税,几乎就要花光地里所有的收成。 因此张元外家常常是辛辛苦苦一年,却连勉强果腹都做不到,生活实在太过艰难。 张元外看着恶德发抖的家人,决心要挣出一条生路来,清朝末年正处于开发南洋的热潮期,每天都有大量的船队向南洋开去,因此常常需要招收大量的船员。 张元外年轻力壮,很快就成为了这些人里的一员,做船员的日子虽然辛苦,但是至少能够吃饱饭,张元外对此十分满足。 因此被老板派发下来的任务,他总是踊跃完成,不仅如此,乐于助人的他,还经常帮助其他一些身体不好的船员完成他们的任务。 这使他在船队里非常受欢迎,渐渐的,张元外在船队里闯出了一点名堂,老板对这个热情活泼,吃苦耐劳的船员颇为青睐,让他负责船队停靠时的秩序维持工作,也算是给张元外一点赚外快的机会。 但是张元外为人忠厚老实,居然认认真真的干起了这个活,一点油水都没捞过,小张在船队里就这么过了几年,每日里迎来送往让他积累了不少为人处事的经验。 但他始终不改初心,老老实实的做事,同事们虽然笑话他不懂变通,但是也增进他高尚的品格,对他十分照顾。 众所周知,清朝到了末期的时候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,割地赔款,签订不平等条约,让整个国家沦为了刀下鱼肉。 不管国家命运如何,统治阶级的人依旧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,所有的苦难全部都转嫁到了底层百姓身上,动荡不安的社会之下,想要过上安稳富足的生活太难了,加上朝廷的科捐杂税,压得张元外喘不过气来。 张元外每天早出晚归做苦力,也只是勉强维持生活,人活着总要有希望,张元外的理想就是做个小本买卖。 张元外在码头做过苦力,他得知去南洋饭货是一本万利的生意,可惜他没有本钱,也没有路子。 等到清廷被迫开放海径之后,张元外决定和几个伙伴当船员,跟随商船到南洋看一看,等到攒够本钱就做生意。 当船员也是一个辛苦的差事,不仅要干搬运货物的重体力活,还要抵御随时可能会面临的暴风雨,另外经常在水上漂泊,而且当时条件有限, 在船上基本上很少能吃到新鲜的水果和蔬菜,即便是当船员如此的辛苦,张元外也依旧坚持,因为他想凭自己勤劳的双手来改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。 还没等到张元外攒够去南洋做生意的本钱,张元外的生活就因为一次意外事件而彻底改变了。 有一天船照就在水上航行,张元外却不知道吃坏了什么东西,一直闹肚子,等到船靠岸装卸物资的时候,张元外让同伴给打了个马虎眼,自己跑到岸边的卢尾地里去方便。 方便完了之后,张元外就打算赶紧回到船上,因为船不会在码头停很久,就在往回走的时候,张元外发现卢尾殿有一个鼓鼓的包袱。 张元外左看看,又看看,没有看见任何人,他想这一定是谁在匆忙中落下的。 为了确定包袱中的东西是否重要,张元外打开了包袱,不看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,这个鼓鼓囊囊的包袱里全部都是金银细软。 张元外长这么大也没有见过这么的钱财,现在四下无人,如果张元外拿着这个包袱直接走,这件事就是神不知鬼不觉,而且包袱中的钱财足够张元外过完安稳富足的下半生。 张元外的脑海中也闪现过将包袱据为己有的想法,但是很快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。 虽然家中贫困,张元外没有上过学,但是基本的做人道理他还是懂得的。 自己无故得了这一大笔意外之财固然开心,可是丢了这个包袱的人该有多难过呢? 而且,也有可能这是谁的全部家当,君子爱才取之有道。 张元外决定留在原地等包袱的主人,毕竟谁丢了这么多的钱财都会回来找的,没过多久。 果然有一个人满头大汗的走了过来,看见张元外手中拿着包袱,没有一句道谢一把夺了过来,并且声称包袱是他的。 张元外跟着商船走南闯北的也见过一些世面,他看来人不像是包袱真正的主人,因为他既没有说包袱中装的是什么,也没有说清楚丢包袱的前因后果。 这一切看起来都有些蹊跷,张元外知道包袱中的东西贵重,生怕出现差错,于是又把包袱夺了回来。 突然一个和尚从草丛中钻了出来,说张元外和瘦高的人都是盗贼想要分赃物,瘦高的人被吓到逃跑。 张元外不知所措只能站在原地,和尚捡起包裹后就迅速离去。 张元外过了很久后才恢复正常,张元外在经历这一切后,傻傻地回到了船上,在返回船的路上,他听路边摊主的对话才知道,原来本地的知府被罢关。 家里也遭遇了盗贼,很多金银财宝都被盗走,张元外想到那个瘦高的人一定就是盗贼,因为他在与张元外交流时面色十分的紧张。 张元外也明白了和尚的出现也是助人为乐,怕金银财宝被盗贼抢走。 张元外在想通这些后感到十分的庆幸,没有因为自己的疏忽而酿成大祸,张元外在恢复镇定后又开始了运送货物的生活。 张元外回到船上后便继续运送货物,但是路边却下起了大雨,岸边还有一个老人在向船主寻求帮助,希望能免费在他一程。 这位老人身上并没有钱财,只能恳求船主,船主一口回绝了老人的请求。 张元外在看到这个场景后,便和船主沟通自己可以不要今天的工钱,只求船主能够免费在老人一程,船主便答应了张元外的建议。 但是船开了没多久,老人便死在了船上,张元外和船主看到后十分的惊慌,船主则被张元外说他多管闲事,才导致这件事情连累到自己头上。 张元外对船主说,死者为大应该寻找一个地点埋葬老人,并且保证不会因此连累船主。 张元外在将老人埋葬好后,便起身离开。 走在路上的时候,张元外被一包东西所绊住,张元外一看原来是尚武的包裹。 这时和尚也从草丛中走了出来,对张元外说道, 施主是善良忠义之人,不为钱财所动摇,还会对他人给予帮助。 这些钱财其实是知府所贪污的赃款,决定将其赠予张元外,以此来帮助更多的人。 和尚在说完话后,便起身离开,张元外在听完这些和尚的话后,便将包裹捡了起来。 张元外认为这一定是自己的善心得到了回报,这也坚定了张元外继续行善的想法。 张元外在得到这笔钱财后,便开始帮助众多需要帮助的人。 他乐善好施,广结良缘,帮助了很多需要帮助的人。 从此,张元外的名声响彻整个高游,他的所作所为甚至被写进了当地的限制。 十今不昧一直是我国几千年倡导的美好品质,我们应该相信善恶中有报,像张元外一样的好人终究会有好报。 在当今社会,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将心比心乐于助人十今不昧的话,那么相信这个社会也会更加充满温情和力量。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记得顺手点个订阅。 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。